展望2010 汽车家电能否持续火热 刺激消费政策能否延续 如果2010年还继续有这些政策在推动的话 可能情况还不会有太大 不应该有什么下滑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动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容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D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八小时 我是马红套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中国经济年会的声音 中国经济年会是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协办合作伙伴是一气大众奥迪品牌 那么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 在年会现场来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经济学界企业界 以及这个国内外经济组织和这个机构的各界人士 大家共同来回顾2009年展望2010年探讨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经济领域所有的热点话题 昨天国家统计局也是刚刚发布了2009年的经济运行情况 那么各项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是实现了微型的复苏 我国的GDP是实现了增长8.7% 那么依靠着投资迅速拉动增长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缓解 那么在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之下 如何着力推动以消费增长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也是各界人士讨论的焦点之一 多年以来居民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块短板 今年虽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四成以上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 但是我们的消费率还是只有35%左右 远远低于欧美国家70%的水平 那么在中国经济年会上 2010年如何让消费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如何寻找消费的新亮点 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年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经济办事栏目的在这个年会现场 就针对这个话题发出了上百份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上 无论是在主会场还是在各个分论坛 我们都能听到各界人士对消费话题的热议 那么国外有的专家评论呢 说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事件表明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外需驱动性 转变到了内需驱动性 这个话呢 虽然说的还早一点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我想大家都能够看到 比如在去年通过扩大这个各方面的政策措施 是吧 家电家乡啊 汽车家电已旧换新呢 对于住房 特别是经济试用房给予一定的保障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对去年销售汽车1360万辆 展示居世界第一 根据当前国内经济热点 及学界企业界和公众关心的话题 经济半小时栏目 发出了上百份经济学家企业家问卷调查 有68%的人认为 在2009年表现突出的消费领域 如汽车家电行业 在2010年依然能够持续火热 只有32%的人认为 这一行情不能持续 事实上 近20年来 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 占GDP的比重 一直在不断走低 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 在50%以上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这个数字下滑到了47% 2008年是35%左右 而美国的家庭消费 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则高达70% 在世界所有大经济体中 中国的这一比例是最低的 社会保障不足 收入差距扩大 税率较高等原因 造成了中国消费率持续降低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需要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并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 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2008年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 让启动内需的工作刻不容缓 2009年中国政府下大决心 动用巨额财政资金 先后推出家电下乡 家电已旧换新等八项促消费政策 启动中国国内消费 这次应该说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我没感到出货的意料 这种支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汽车市场在2008年年底 被金融危机撞了一下腰 但在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拉动下 重新变得牛气冲天 2009年10月 中国汽车市场跨入了年销千万辆的大门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到09年的3月份 中央就出台了汽车产业的调整真心规划 随后中央陆续出台了 10个产业的调整真心规划 汽车工业是第一个 那么当月就开始见到一定的效果 当月3月份的时候 汽车产能又回升到了100万辆 差不多一年已经过去了 从这一年来看 我们出台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 取得了非常好的政策效果 商务部统计2009年 家电下乡全年销售额可达1500亿元 国产汽车全年产销量 累计双双突破1300万辆 在强有力的政策驱动下 中国人在家电汽车行业表现出了惊人的消费能力 但是这种态势在2010年能否持续 的确还有许多未知因素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为我们这两方面的消费都有一定的政策 灵界都有一定的政策因素在后面推动 那么如果10年还继续有这些政策在推动的话 可能情况还不会有太大 不应该有什么下滑 但是当这些政策撤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真是很难预测 白崇恩教授认为 2009年消费的活跃 可以说是刺激消费政策推动下的结果 因此2010年 我国有关刺激消费政策的延续 对消费来讲意义非凡 2010年 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将继续延续 从具体措施来看 减征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 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延长至2010年年底 同时汽车已旧换新的单车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到5000至1.8万元 另外 家电下箱将对彩电手机限价提高一倍 分别至7000和2000元 洗衣机冰箱等其他产品也将提高25%至70% 继续实施家电下箱 家电已旧换新政策 并且完善相关措施 将会继续拉动我国家电行业的产品销售 我们看到去年我国的消费增长能够有很大的增速 相当一大部分原因是国家推动家电下箱和汽车下箱等等措施 释放了蕴藏在农村的巨大的消费能力 虽然我国的农村市场很大 但是家电汽车等等产品在保有量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之后 如何持续就成了下一个问题 如果要使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结构发生根本的转变 那么就需要对消费结构也要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消费的新量点会在什么地方 如何发现可持续的消费拉动力 一起来看看今天本小师栏目做的 关于在2010年的消费新量点的问卷调查 关于在2010年的消费新量点的问卷调查 在参与调查的100人当中 有25%的人选择了汽车 25%的人选择了新能源 有8%的人选择家电 而超过28%的人选择了文化休闲 有11%的人选择了新媒体 还有2%的人认为在其他领域 看得出来人们对于促消费政策实施的延续性 依然有所期待 共有32%的人依然看好汽车家电行业 而在一些受访嘉宾看来 新能源文化休闲和新媒体 将在2010年有不俗的表现 在首届CCTV中国经济年会的一场 关于消费的分论坛上 发言嘉宾 踊跃地阐述了自己 对2010年消费新亮点的看法 好 各位都已经写出了你们的关键词 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你们的预测当中 消费的新亮点会出现在哪里 来 各位 谁先亮牌 好 李总先亮牌 我们就先看您的技术创新的需求 来解释一下 我想是技术创新需求 主要是从消费产品来看 过往10年互联网技术 数字技术的发展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没有这个技术产品之前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也不知道新的技术 能够给生活带来哪些新的价值 所以在消费产品里面 特别是电子产品 这个新的需求的增长 可能很大程度上 要来自这种技术的创新 刚才我们谈消费的新热点的时候 我注意到刘总听得很专注 后来举牌 有话要说 来 听听您的观点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农村人口 城镇化是一个消费的新亮点 政府实际上还是应该 努力解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就全部整个 我觉得会 比这家电下乡什么样会好得多 而作为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领军人物 无锡上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施政荣 则提到了消费领域的热点话题 新能源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 中国要想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寻求 这个可持续的这个新型能源 那么上一次我看到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电视资料 中国最适合人口居住的是7到10亿人 现在我们已经是13亿人 这么多的人口我们如何能够支撑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个这个人口和国家机器的这个运传 这需要新的这个能源 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论坛里发言的嘉宾 都反映出了人们对新能源 对拉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期待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公布的注据 2009年国内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七 石油占百分之十三 天然气占百分之三点四 非化石能源 及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九点九 根据国务院去年年底提出的目标 到2020年 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尽管从百分之九点九到百分之十五 可再生能源提升的比重不太大 但由于未来中国能源需求的巨大增长 据测算 风电 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在2020年将达到1.5亿吨标准的以上 新能源的消费潜力空间巨大 但是白崇恩教授提出 这个潜力要得到真正的实现 还有一个重要的团件 新能源的发展未来是很有潜力的 但是这个潜力要想实现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能源的价格搞对 如果说能源的价格还是比较低的话 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开发新能源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比较低 就是我们的价格和这个市场价格偏离的 可能不是那么大了 但是未来如果能源价格涨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能让我们的这种能源消费的价格 跟着上上涨 我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阻力 消费者认为我付的钱要多了 所以会不高兴 但是呢 我觉得要让新能源产业能够持续的发展 这个传统能源的价格 它一定要和市场的成本要挂上钩 否则新能源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2009年 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3G业务和产品 有人认为3G爆发的增长 可能是2010年消费领域的一大亮点 据统计 2009年 3G用户数约为900万户 2010年可能会达到6000万户 2011年将过亿 移动电竞的通信运营商 正在积极将更成熟的3G技术 在IT消费通端进行植入融卓 由央视承建的国家网络电视台已经亮相 无线信息服务内容将更丰富 形式更多样 尽管目前3G业务并没有出现规模的爆发 但是一部分人认为 2010年3G有可能后继播放 在消费领域出现紧分 在网络基本建成以后 那肯定它发展用户的这种基础条件更具备了 对吧 连通更顺畅了 3G的优势更突出了 各种不同针对消费群体的这种特色性的 这种内容提供会多了以后 明年我觉得用不用警喷不好说 至少比今年这个3G用户 大约叫1000万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是肯定的 这是新型媒体 这个表现已经非常的活跃 它的强劲的增长的势头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尤其像3G啊智能手机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出现 这个也是随着社会的发育程度到了这一段以后 这种内在的必然的需求 需求背后就是强劲的推力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 新需求的触发和新习惯的平常 往往需要时间 就像当年的手机短信 因此 2010年 3G在中国虽然不会呈现爆发的增长 但是仍然会出现明显增长 相比之下 文化休闲成为了大家更为看好的消费领域 在调查问卷中 28%的人选择文化休闲 作为2010年消费领域的新亮点 是所有选择中比例最高的 从人口结构看 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体 他们倾向于投入更多的钱 消费文化娱乐产品 从细分行业来说 出版有线电视网络等传统媒体 政策支持力大空前 出版行业的转起改制 有线网络的神网整合 都将在年底前完成 有可能培许出一批 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型文化集团 文化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 2009年 奥飞动漫《华语兄弟》的上市 标志着我国新媒体发展 进入新纪元 文化产业面临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增长的前景 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 中国电影市场进入特罪上期 票房呈现几分 仅六周时间 全国票房接近11亿元 成为历年来最高的产品 元旦期间 电影演出市场的再次爆棚 为2010年繁荣的文化市场 开了个好头 比如我们现在提倡健康的这种文化消费 文化倡议产业 去年国务院公布了振兴规划 那么它的消费对象 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消费者 那么国内的旅游啊 随着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以后 对老年人的服务消费啊 医疗健康 大家更重视健身 医疗健康的消费 当然像教育是吧 这一直是这个我们的一个重点 除了义务教育 多种方式的教育 使得各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我想这些都会创造出很多消费的 这种增长的点来 回来 据统计我国的居民储蓄总额 在2005年就已经高达14万亿元 那么现在的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呢 更是达到了22万多亿元 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 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敢花钱 这个看似矛盾的经济现象 其实是耐人寻味的 可以理解老百姓存钱养老 存钱防病 不敢消费的这种心态 但是如何释放这22万亿元 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让老百姓愿意花钱 敢花钱 这可能是需要从这个政策层面 进行思考的一个结构性的话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由于中国政府在2009年采取的 大手笔的刺激消费政策 取得的效果正在让全球媒体刮目相看 华尔街日报2009年12月21日报道 亚洲依靠消费刺激 已经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而且这场消费狂欢 看起来将持续到2010年 中国已经走在美国和欧洲的前面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 2009年11月15日报道 随着债务沉重的美国消费者 结一缩时 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消费者 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中国13亿人口中 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买得起汽车冰箱和平板电视等 在不久之前还被视为奢侈的产品 正是有中国这样的消费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 全球经济也会越来越好 从目前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措施的延续和完善看 2010年我国消费形势喜气不简 然而2010年的消费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 其中最应关注的就是相关政策措施效果减弱 以及新的消费热点还未形成的担忧 短期政策性因素 对我国2010年消费影响的逐步减弱 是一个客观规律 从杠杉层次来看 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长期性矛盾 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环节 消费结构尚需继续调整 因此2009年 中国消费领域呈现的活力 如何才能有效持续的发展 成为了论坛上嘉宾讨论热烈的一个话题 在2010年当中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拉动消费 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出台 我们也想问问 我们此刻在现场就坐的几位嘉宾 到底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政策 才能够真正的刺激消费 拉动消费 来 请各位举牌 大家都觉得说 还应该有更多的政策 每一次的选择似乎都是一致的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台下 没有 那我们听一听 你们在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来 李总您先请 这些政策呢 是带有很大的临时性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一个事件 是不是我们应该考虑 应该有一个长效的机制 更加健康地来培育国内的消费市场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就直接把增值税的税率往下调整 就是国家让很多 就是各种收入的人 特别低收入的人 他实际上通过其他的方式的承担着 一种无形的税收 增值税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你所有的消费行为 你等于说给国家来纳税 这种纳税最终消费者来承担 如果是国家把这个基础这种税 像增值税 消费品的增值税 能够调低的话 他对拉动整个消费需求的增长 是有好处的 不需要政策 我们需要具体的做法 所以你刚才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另外两位你们的看法 这个刚才税收这个事情 我是赞成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你看中国人现在逐步富裕起来了 但是还是怕消费 是怕60岁以后怎么办 所以根本的还是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如果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 国内市场就可以启动 人们自然而然的愿意去消费了 冯军呢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传统上来讲 中国的消费者来讲 有钱尽量多做储蓄 预防以后的不测 但是现在社保也起来了 然后如果住房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其实来讲的话 下一步的消费热点来讲的话 将是一个 可能从第三产业的各方面来讲的话 将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论坛嘉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 是居民收入的增加 尤其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在调查问卷中 对于刺激消费应该采取的政策 有51%的人提出 关键是提高收入和社会保障 而建议财政投入和扶持的 占到了20% 有15%的人提出 需要增加就业 8%的人提出 物价必须保持稳定 我们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结构问题 就是我们居民部门的收入 占这个GDP的比例 它还是比较低 过去很多年都在下降 但是最近一两年 稍微有一点好 但是仍然是居民部门收入 占GDP的比例太低 当居民部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钱去消费的 所以即使你有更多的新的产品 可能消费者也不一定 就会增加他们的消费 这是一个结构问题 就是居民部门的收入太低 要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 还是需要做很多很多事 不少受访嘉宾认为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但GDP增长所带来的红利 并没有显著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相反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再加上目前社会保障水平不高 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 看病难、就业难、物价上涨等 民生问题都加剧了人们 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因而他们往往选择将钱存入银行 而不是用于消费 因此要是居民长期内自发增加消费 在政策上还需要做出更多 如加快城镇化步伐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这样才能够逐步将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 从单纯依靠外贸拉动 转到国内需上 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拉动消费 消费对GDP的贡献正在不断的提升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 因为我们注意到 政策的拉动作用毕竟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改变消费低迷的局面 恐怕还要研究一下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动能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症下样 否则的话 一味靠着临时的政策拉动 恐怕还是难以持久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中央电视台财经文的